我們內閣人士要等到4月我們還會進行處理 在這個階段我們還是像今天一樣 對於新的國會立法議程來跟立法委員做最好的溝通 交接小組的召集人仍然是我們原先公佈的三位 也就是我們的烏昭縣秘書長、林權執行長 還有林錫耀執行總幹事 三位還是負責我們整個交接事務的召集的工作 至於交接會議 哪一個會議有哪一個人去參加 那是要看會議的性質 我們再看情況來安排適當的人選參加